欢迎收看洪流洞见 在世界洪流中一起洞见未来 我是洪淑芬 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 苏文学校总校长张亚中教授 老师好 淑芬好朋友大家好 老师这个礼拜 其实在亚洲地区 有两大重要的峰会进行 一个就是刚刚结束的 中国中亚峰会 那另外一个就是即将要开始 应该说已经开始的 G7七大工业国的领袖峰会 那这两场的峰会呢 其实有一些互别苗头的意味在里头 我们看到中亚峰会 中国是个主角 那七大工业国G7峰会呢 中国其实是一个没有出现的主角 老师怎么看 我们先从中亚峰会来讨论 的确这两天 这个两个重大的峰会 一个就是中亚加西 就是中亚五国再加上中国 我们叫做C5再加上个C 我想它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 这个面向整个中亚地区 整个是一个内陆国家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峰会 那毫无疑问的中国大陆是 主角中的主角 那正如说你刚刚讲的另外一个就是 即将或者正在举行的G7 这G7中国大陆虽然不在场啊 但是它就是不在场的在场 其实大家讨论的大概都是它 为很重要的一个主轴 所以从这两个会议 真的一方面反映出整个国际局势 发生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 也就是中国大陆在现在全世界 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我们讲说一个玩家 或者重要的一个出席者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其实这真的就是一个大陆国家 我们说一个陆权国家 因为中亚五国再加上中国的话 是往中国的往西边 基本上是往中亚 走向欧洲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道 那如果这条路在打通了以后呢 我觉得对于中国大陆未来的发展 那当然是如虎更添翼 那另外来讲整个相对于G7的国家 原来就是一些比较先进的一些国家 那他们本身都是以海洋为主的 像日本啊像美国啊 或者像英国这些国家 那当然还包括了一些法国 欧洲的一些其他重要的国家 但是基本上就代表一个 比较先进的一个文明 也就是一个海洋的一个文明 所以这一次的两个峰会呢 其实正通反映出 一个是以陆权为思考 一个是海权为思考 我们知道陆权论跟海权论 其实都是在国际上 很重要的两个地缘政治的 思考的一个方向 所以这一次的观察 其实非常有趣的 也就是大家在看这两件事情之后 可以从这两个角度去思考它 那你刚刚谈到这个 中亚五国跟中国大陆的峰会呢 那我觉得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那特别是这一次的召开在西安 我们知道西安是 世仇之路的起源地 当时张谦初始西域啊 或者像唐山这样到西方取经啊 都是从长安出发 就是现在的西安 那特别在十年前的时候呢 习近平先生在哈萨克斯坦 他提出他的一带一路 那一带一路 那一带一路的算是十年 那方面也是非常有成的 为什么讲呢 其实我们十年前在看这一带一路的时候 大家还是品质着一个高度在探索 或者在质疑的一个看法 因为毕竟一带一路所牵涉的国家 他们的政治文化 各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同 那要把它串起来的确非常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可是十年后来再看的话呢 现在中国大陆跟欧跟美 还有日本的整个贸易额 其实已经比不过一带一路的一些国家了 所以换句话说 一带一路已经在中国大陆的 对外发展过程中 扮演一个绝对一个主轴的一个角色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来看这个中亚五国 跟中国大陆的峰会 就格外显得更重要的意义在 但是我们觉得一个事情 当然从双方面来看的话 那我想第一个来谈就是 那对中亚五国有什么样的意义在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 我们知道中亚五国它在31年前 也就是在苏联解体以后 他们纷纷成立国家 也在31年前的时候 跟中国大陆建立的外交关系 那我们知道这几年 随着冷战结束以后 其实中亚国家 他们也在寻求他们自己国家的一个发展 但是中亚这五个国家呢 其实严格来讲 我们看他们的地理位置是在中亚 可是严格来讲 他们长时间并没有形成一个 真正的一个命运共同体 也就是中亚五个国家呢 其实他们还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差异的 那对于这些国家来讲 就像很多 就像当时俄罗斯一样 俄罗斯在解体以后呢 我们大家知道普丁 或者以前的叶尔辛 他们基本上都把眼光看向了西方 所以换句中亚国家 当他们在整个独立以后呢 他们也是把重点摆在西方 希望西方的整个经济 可以给他国家带来一些相当大的一个发展 所以整个过程中的时候 一切寻求一个西化 或者寻求西方的资本主义化 这是中亚五国他们走的一个国家发展的一个道路 可是我们知道中亚五个国家 当然他们在能源问题上是非常具有强势的 那当西方一进去以后呢 其实这是美国的习惯 我们知道冷战以后 美国西方国家进到任何的国家里面 他可能把这个价值观呢 看得是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美国或西方这些国家呢 透过一个他的民主的一个民主化 或者一个价值观 希望能够建立他在这个地方的 战略的一个影响力 所以中亚五个国家 在他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他就同时间呢 也带来了西方所给他的一个政治 所谓的一个民主化的过程 但是我们知道西方这些中亚洲国家 其实无论在部落方面 在整个一个精英方面 还有在宗教方面 其实大家有相度的不同的 而且有些是跨着嘛 跨国家这个疆域的 所以很容易内部 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我们知道2022年 不是哈萨克就出现了 一些极端的宗教派 他们搞这个社会运动吗 那后来还让俄罗斯 他整个一个介入了 所以你就发现说 整个这个中亚国家 当他在跟西方过程中的时候 其实他的内部 有相当大的不稳 那这个不稳呢 其实现在还在存在 包括这几年下 你看这去年2022年以内 有好几个国家都提前改选了 或者他们要修改他们的宪法 也就是这几个国家 在政治方面 其实一直面临一个困境 他们要走向一种 西方式的民主化 可是这个过程中 又受到西方加大的影响 那这又碰到一个情况下 就是俄罗斯 他的影响 现在又开始减弱了 对 俄罗斯减弱的话 那中亚国家 他现在突然之间 他发现了整个一个 东方的一个强权 中国大陆恰恰好崛起了 而中国大陆 他这个崛起的强权呢 他对于这个所谓其他的国家 他的内部的事务 他是不介入的 也就是他不会介入你什么 政治民主化的过程 宪政过程 中国大陆就是什么 尊重其他的国家 而且跟中亚国家 发展他们的经济关系为主 这是他非常清楚的 那加加好了 中亚国家 他们在发展过程中的时候 一方面 他自己的内部 这几年来一直出了一些问题 然后呢 苏联老大哥 一方面他以前受到苏联影响 可是在俄乌战争以后了 俄罗斯的影响 现在又开始减弱了 那加加好 这个时候中国大陆呢 他这十年的 这个一带一路有有成 那这个时候呢 加加好 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 他就很容易进入到 这个中亚地区 所以这就是 为什么中亚五个国家 他们会集体的 这一次跟中国大陆 开始进行一个高峰会 虽然这是五个国家 其实除了土库曼以外 其他四个国家 都已经参加了上海合作会议 那可是你知道 上海合作会议 原来包括俄罗斯嘛 可是俄罗斯 现在又开始减弱了 所以这些国家很自然的 跟中国大陆 他在发展整个过程中 就越来越密切了 所以我们就要了解 是中亚跟中国大陆 关系的一个很重要 一个时代一个背景的因素 老师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俄罗斯的角色 因为俄罗斯之前 跟中亚的关系 其实是很紧密的 但是因为他现在打俄乌战争 所以呢他也无暇 来顾及这个中亚 这次活动 这次的会议 他也没有参加 老师怎么看 会不会就是对于俄罗斯来讲 他的墙角已经被中国 挖着挖着挖走了 我觉得可能我们不能用墙角 去挖墙角的概念 来看中亚跟中国的关系 这为什么我觉得 因为第一个 中亚俄罗斯的安全思维 跟中国大陆的安全思维 有一点不一样的 俄罗斯的安全思维 其实跟美国是很像的 因为他们是冷战时间的 两个霸权 他们的安全思维 就表示我国家有出兵的能力 我可以帮你去评乱 可以介入你内部的纷争 就我刚刚讲 像2022年的哈萨克事件 对俄罗斯最后 还是帮他去评乱去了 可是中国大陆恰恰好 他是什么 大家一起反恐 所以你看中国大陆的军事力量 从来不会去介入其他的国家 但是我们可以在政治方面 我们共同来反对恐怖主义 然后呢我们不要去介入你 国内的纷争 让你的国家 能够维持第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安全 我想这是他们接受 中国大陆很重要的 一个原因之所在 那第二个呢 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现在他的力量 已经没办法进入中亚了 那请问一下 是让美国进入这个空档呢 还是在中国大陆进来 是对俄罗斯比较好 那毫无疑问的 中国大陆跟俄罗斯之间 他们是一个战略伙伴的关系 彼此之间的信任度 远远超过俄罗斯 对于美国的信任度 而且中国大陆他进到中亚 他不是一个军事的进入 他不是一个政治的进入 他是一个经济上面的互助 跟合作而已 所以对于俄罗斯来讲 反正我现在的力量 已经完全没有办法掌握到中亚了 但是他的政治威望还在嘛 就像哈萨克这几个国家 对俄罗斯还是有意见的 可是前几天在卫国战争 七十几年周年纪念的时候 这几个国家的元首 还是到俄罗斯去莫斯科 来共同去庆祝嘛 就是这些中亚的国家 在整个对俄罗斯 还是非常客气的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呢 站在俄罗斯的角度来讲 既然这个地方 我现在没有能力去介入它 那我自己也需要 跟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 那与其让美国的进入 不如让中国大陆的进入 而且中国大陆进入是经济上 而这个进入到经济上的话 也会对俄罗斯有帮助了嘛 所以我的看法说 倒并不是说去挖他的墙角 并不是挖俄罗斯墙角 而是俄罗斯在自己的能力 有利有未代的情况下 让中国大陆进来 对俄罗斯没有任何的伤害 反而对于俄罗斯在中亚地区 它的权力的巩固 远比美国的介入会来得更好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思考 就会比较清楚一点 老师我想要看 听一听就是 对于这个中亚五国 尤其是哈萨克 因为我们知道中亚五国 就是哈萨克 吉尔吉斯 塔吉克 土库曼乌兹别克 那其中哈萨克这个国家 跟中国的关系 其实 他的这个角色蛮特别的 就哈萨克总统 他的一个角色蛮特别的 因为他跟他 大陆呢最近签订了 免签证的协定 再加上呢 哈萨克总统 他本身就是一个中国同 他也曾经在 苏联驻华使馆工作过 那老师怎么看 哈萨克跟这个 中国的关系 因为在2022年 也就是说疫情 告一段落之后 习近平第一个出榜的国家 就是哈萨克 所以是不是 在中亚几个国家当中 哈萨克跟中国的关系 特别的紧密 当然了哈萨克 他是中亚五个国家里面 是最大的嘛 版图面积人口 都比其他国家 大得非常多 所谓的中亚五国 当然是哈萨克为首的 那这个哈萨克的总统呢 基本上他是一个中国通 他也在以前前苏联时间的 外交部的地方工作过 那他也在中国有一个 他中文也讲得非常好 那他本身来讲呢 其实对俄罗斯 是有非常大的意见 就简单来说 他对俄罗斯 不是非常的完完全全 非常愿意臣服的 但是他算是一个 非常有经验的一个政治家 所以他也不会去得罪 整个俄罗斯 那既然在不得罪俄罗斯 情况下呢 那把中国大陆的力量 把它拉进来 对哈萨克是只有好处 而没有坏处的 所以他这个总统 其实还蛮有智慧的 那当然有智慧 对而且我刚刚讲再补充一下 就说这一次的中亚 他的角色在于说 以前呢 因为你知道吧 以前拖过这个一带一路 包括中亚呢 他只是一个过路客而已 也就是欧洲才是最重要吧 或者中东才最重要 可是如果说中国跟中亚的 关系变得更密切 包括这一次 我相信在西安一定会签署 非常多的经贸方面的协议 经贸方面协议 那经贸方面的协议呢 那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又涌了广大的一些能源 对或者一些天然气 各位知道 我刚刚讲为什么路权跟海权 因为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他现在俄罗斯 跟他的关系已经非常好了 然后中亚五个国家 无论在这个经济方面 比他更深化了 那中国的出口 就可以到经过这个中亚 而且中亚的角色 他就已经不再是一个过路 而是真正能够扮演一个疏流 也就是中亚这个国家 如果能够跟中国关系很好的话 他变成一个经济枢纽的情况下 而不只是做了个过路财成赚的钱 那你想想看 往南可以到阿富汗 到伊朗这些地区 对不对 那再往西走 对于整个中亚地区 他的经济发展 带来非常大的一些影响 所以我们的看法就是说 哈萨克他作为中亚的一个老大哥 我们刚刚讲 我一直讲 一开始讲 中亚这五个国家 只是因为地理上 其实大家是站在一起 可是这五个国家 他们其实以前都是完全 奉俄罗斯为老大嘛 他们彼此之间 并没有形成一个 所谓一个命运共同体 或者一体化这么一个概念 也就是现在来讲 中国大陆 反而可以帮助他们之间 把每个国家给他串在一起 我们知道这几年来 在美国的挑动之下 其实很多的国家 都有一些边界的问题 还有一些用水的问题 所以这五个国家之间 内部还是有内部 非常多的矛盾的 所以中国大陆 他现在的跟这个西五 这五个中亚五个国家 他们保持一些联系 也就是中国大陆 他透过他的经济发展过程中 由于每个国家经济 可以改善的 把重点来摆在经贸方面 也可以帮助去化解 这五个国家内部的一些纷争 我觉得对于中亚五个国家的团结 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中国在这个方面 扮演一个非常不同的角色 相对于美国去侵略一些国家来看 那其实中国他所扮演的是 在经济上面的一个交流 以及协助的一个角色 当然嘛 我刚刚讲说 你说中亚国家 我刚刚讲边界的问题 族群的问题 还有水资源的问题 这些问题 他们都是很容易 发生一些那种矛盾 那你也知道 美国的往往的策略 从早期的英国开始 他们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就四个字吧 分而自知嘛 就是制造你内部的分裂 然后来好利于 他的整个一个统治 跟他一个管理 那这就是整个安格鲁萨克逊 他们在整个扩展他国家 影响力非常重要 所以我刚刚讲说 当时这些中亚国家 也想成为一个中等的国家嘛 那中等的国家 你要发展过程中的时候 当俄罗斯开始往下走的时候 或他们不愿意 再被俄罗斯影响的时候 他就想到是西方嘛 所以这十几年的发展 中亚的发展 他就接受了很多西方 跟他的价值观 跟西方的经济发展的模式 可是最后的结果呢 他发现说 这对于整个中亚来讲 他不止他的经济发展 有一些问题 他甚至内部 还会发生一些冲突 所以我刚刚讲 中亚国家 有些国家还有边界的冲突 还有水资源的冲突 还有族群的冲突 那这个情况下 恰恰另外一个强权 就是中国大陆 他扮演的角色 是不是这样的角色 他就要跟你经贸发展 也不介入你国家的内政 所以我的看法说 其实这一次 包括一个G7 跟一个中亚加中国 这两个高峰会议 他除了是一个陆拳 跟一个海拳的 一个相互的进驻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中国现代化的方式 跟西方现代化方式的 一个其实一个比较 是一个比较 那中国大陆呢 这段时间里面 在我们知道 在中东地区 比如他调解了 这个伊朗 跟沙拉罗的关系 对吧 中国大陆也在调解 整个中东地区 他们不要再发生冲突 那加加尔跟美国 以前就利用中东之间 包括以色列跟巴勒斯坦 包括什叶派跟逊尼派 彼此间争纷 来控制 来主导美国的影响力 所以我刚才讲 这就是两个不同的 一个国际政治的一个思路 那包括中国大陆 他在这边去发展过程中 一定会帮助什么 帮助中亚地区去建立 他的基础化 基础建设 那基础建设 你要知道 对西方国家来讲 是最不愿意去 其他国家做基础建设 因为做基础建设 是花的非常长的时间 而且收效是非常慢的 收效非常慢的 所以可是中国大陆呢 他当然会跟中亚 发展他的基础建设 那一个国家 如果没有基础建设 你未来的经济发展怎么办 一个国家有好的基础建设 包括你的交通建设 对于你国家的内部的 团结的融合也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才讲就是说 其实这一次的 从中亚跟中国的高峰会议 跟G7会议 它其实出现几个不同的点 我刚刚讲路权跟海权 中国现代化 跟西方的现代化的不同 还有一个整个国家 发展的模式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比较 所以你从这些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对中亚峰会 它代表的就是 中国大陆跟其他国家 交往的一个模式 那中亚只是一个 我们上次看到东南亚是一样 中东也是一样 南美完全是一样 所以这个模式是会复制的 除了中亚 就是说成立起来之后 接下来其他像东亚 东南亚其他国家 也有可能它会变成另外一个联盟 另外一个经济权 因为你知道 美国对外的策略就是什么 搞军事同盟关系 军事同盟关系 我跟你建立双边的 或搞区域的同盟关系 那在这个同盟关系里面呢 我美国一定是当老大 对你说像G7好了 美国也是老大 北约里面美国也是老大 跟中国美国也是老大 跟日本韩国美国也是老大 美国永远是当老大 来主导所有区域安全 可是中国大陆采取的策略 就是某个东西加1 某个东西加1 东协加1就是加中国 对不对 这个南美加1就加中国 然后中亚加1 再加中国大陆 所以它是用加 而且加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并不是在里面 主导你们的发展 我是尊重你们 每个国家的发展的自主性 每个尊重每个国家的制度 而我跟你要做的什么 就是互惠互利嘛 我在这个经济方面 在贸易方面 在人员这方面 我们共争的互助合作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 中国的文化里面传统的精神 就是大家的合作 合作嘛 我想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天天想当领导 所以美国的逻辑在于说 他想当领导 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 没错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 就是想要领导别的国家 但是呢现在在中国大陆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你会看到很多的国家的领导人 主动希望能够求见习近平 希望能够来谈合作 说这个是很不一样的地方 好 老师 我们刚刚提到的是中亚峰会 那接下来我们要看就是 G7七大工业国会议 那么这个领袖峰会呢 我们看到跟这个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说 它就是一个 中国算是没有出现的 一个主角的一个会议 所有的这个G7的峰会内容 几乎很多是针对的是中国大陆的崛起 老师怎么看这一次的G7领导峰会 当然很多人就讲说 其实它有很多的这个 主要的一些看点 老师怎么看 我觉得我们先讲这个G7的峰会 我希望大家了解 这是一个峰会 换句话说 它并不是一个组织 并不是一个国际的组织 它跟组织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就是一个论坛嘛 或者一个club 因为它并没有一个长设的 或者什么样一个东西 当然他们每年或者固定时间会见面了 所以它本身来讲 它不是一个非常强制的 而是在这边 大家共同的共同的沟通 来做一些事情 那我们要谈这一次的G7 它的角色时候 就要谈谈它 G7以前的角色是什么 我们知道其实G7大概在1975年 成立的时候 它当时就是为了 应付这个全球的人员的危机 也就是所有的西方的先进国家 我们知道像美国 英国 日本 还有像德国 意大利 这些国家 他们怎么样面对这个全球 这个石油危机 大家怎么样走出经济衰退 而这些国家 都是当时比较先进的国家 那当然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那到了第二年的时候 对你说加拿大再加进去 这后来讲 本来是G6个国家了 那2019大概是76年之后 加拿大再加进去 就变成G7 那G7我们在讲说 大概在冷战结束以后呢 那后来基本上 包括在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呢 那俄罗斯又加进去了 变成这个G8 那后来俄罗斯当在2014年 又被赶出去了嘛 可是在这一个 在金融风暴 2008年金融风暴以后呢 基本上大家发现说 光靠这几个国家 已经没有办法再解决这些问题了 所以从G8就变成了G20 G20 这20个国家 就包括像中国大陆啊 这些国家 像印度啊 像印尼这些国家就进来了 也就是真正后来能够处理世界危机的 是包括G20 已经不是在这个G7或G8 所以你知道这个G7它的角色 其实有这么一点的转变 那后来这段时间你知道 俄罗斯跟俄乌战争又开始爆发了 俄罗斯爆发以后呢 那中国大陆它也被认为说是会 怎么讲 变成一个潜在的一个西方国家 要对抗的一个政治的一个对手 包括欧盟都认为 他们这个系统性的一个竞争对手 所以简单来讲 现在这些G7这些国家呢 他们就希望说把这一个东西 是不是给打造成为一个 原来是什么 原来是一个共同为了解决经济的问题的 现在好像有点改变 就是说G7的角色 有一点在捍卫 怎么讲 民主自由价值观的 这么样一个机制了 也就是它本来是一个解决全球经济难题的 可是由于它讨厌俄罗斯 讨厌中国大陆 那他们就变成了一个 要以我看还是什么 以价值观为名 以价值观为名的这么一个角色 而成立了一个俱乐部 好 那这个东西就发生一些变化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G7 你们原来是最强大的一些经济体的国家 那你应该解决经济问题 那解决问题 为了全世界共同合作 可是它现在为了要打击俄罗斯 打击中国大陆 所以它已经从一个经济方面的 一个对话的组织 夹杂了非常多的一个政治方面的目的 一个色彩 可是现在问题又来了 我们知道G7这些国家 刚开始成立的时候 你在全世界的GDP占70% 可是呢 你现在的GDP呢 可能占到只有40% 也就是现在的G7这些国家 我们讲说嘛 你说像英国这个国家 你讲难听的 你现在GDP 早就被其他国家 早就超越了 你凭什么占的 你还认为你是先进的国家 其实你也不过就是一个 1.5流的国家而已 1.56 1.56的国家而已嘛 所以换言之 其实全世界都已经巨大的改变了嘛 巨大的改变 可是G7还要维持它的 它以为它自己很大的一个影响力 我想这是 所以它的影响力 从GDP起就可以看得出来 从之前的70%降到40%的时候 它对世界的影响力 其实已经降低了 所以我是觉得说现在整个有人在讲了 它原来是一个经济方面的组织 但是现在好像变成一个什么叫做 经济的安保组织了 有点变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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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是完全是抗中的 这么一个组织 因为它也抗俄嘛 就是你一个精确的角色来讲 就是它已经把它的政治意识形态 带到这个组织里面去了 我想这是一个原来违反了它原来的G7 它成立的一个目的 就是它对话的目的 那好 既然这个样子做的时候 那里面有讨论 因为已经带进了政治因素了嘛 那毫无疑问的 第一个政治因素是什么 就是俄乌战争嘛 所以他们希望说在这一次的会议里面 能够对俄罗斯再继续它的制裁的做法 那制裁的做法又包括几个方面呢 比如说我们想最典型的就是说 以前呢我们现在对俄罗斯作战 我们有所谓的黑名单 也就是在这一个经济 比如说列在黑名单里面的经济 以外你其他可以到跟俄罗斯的贸易关系 就除了这些贸易外其他都可以 这叫做黑名单 就这些是不可以的 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会在讨论 把黑名单摆成白名单 也就是只有这些东西 你才跟俄罗斯贸易 其他东西都不可以跟俄罗斯贸易 就是把黑名单变成一个白名单 那换句话说 要加重对俄罗斯的一个制裁 比如说他们认为说钻石 因为为什么它第一个呢 我们要想办法 你跟俄罗斯的所有的贸易 但是跟俄罗斯的贸易 如果这些贸易 会加强到俄罗斯的军事用途的话 这个贸易就不可以了 另外来讲我们要想办法 怎么样去解决俄罗斯 它的人员方面 对它国家的重要性 也就是要继续要遏制人员 在整个俄罗斯它国力发展中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角色 所以这些国家的基本上 就会坐下来讨论 所以我觉得俄乌的战争 或者寻求俄乌的和解 我觉得这一次他们怎么样去制裁俄罗斯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老师我想另外谈谈日本的角色 因为这一次是在广岛举行 那我们看到岸田文雄 其实它也算是相当的积极 而且呢在尤其是北约 北约在明年可能会在东京 要设立联络办事处 那其实我们看到岸田文雄 在最近的整个这个国际局势上面 其实它的角色越来越多的感觉 为什么你就说为什么日本 会成为一个算是关键的角色 包括这一次会谈到是 台海局势的一个深温的问题 老师怎么看日本 我觉得先讲 你刚刚讲是不是在俄乌战争嘛 对 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一次的G7 还有两个重要的议题啊 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 不在场的那个大象啊 中国 虽然中国大陆不在 但是大家其实讨论的就是他 那中国就牵涉到嘛 牵涉到台湾的角色 所以在中国这一方面的话呢 他们会有两个角度来讨论 面对中国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到底 我们要不要对中国大陆 所谓的经济的胁迫 因为他们的胁迫 就是说你中国大陆 在跟其他发展过程的时候 你往往是经济胁迫其他的国家 比如说你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 其实严格来讲 全世界做经济胁迫的 其实就是美国嘛 日本这个国家 你不想想看 在1895年的时候 谁对你做经济的威胁 跟迫害呢 就是美国啊 1985年的广场协定 谁逼着你签的 就是美国逼着你签的嘛 是不是 你要知道全世界最会做 经济胁迫的国家 其实就是美国嘛 那中国大陆 他有时候捍卫他自己 不公平待遇以后 他做一些反应 这有什么不对呢 所以这就是 当有一些国家 像英国这些国家 就声音很大 对不对 可是我们知道 从上一次 那个冯德莱恩 到大陆访问以后 其实后来态度 也对于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 有一个概念 现在在这个G7国家里面 他必须讨论的 就说 他们就是基本上呢 怎么样 假如说 要避免风险 就no risk 就不要有风险 但是也是no什么 discoupling 就是不要跟他脱钩 就是欧洲 就是G7的国家 你怎么样 在整个跟中国大陆 经贸过程中的时候 你可以避免掉一些风险 但是你又不要 跟中国大陆脱钩 那这个东西讲起来容易啊 每个国家看法不同嘛 而且每个国家 要自己的国家利益 每个国家利益嘛 你说法国德国利益 跟你美国日本利益 当然不一样 所以我会觉得 这个看法 虽然大家雷声大 我觉得余点小 讲完讲完以后 我觉得就是各说各话 各说各话 就会讲一个空洞的话 我们要避免 跟中国大陆发生 这经济的风险 但是我们也不要 跟中国大陆脱钩 然后呢怎么做呢 由每个国家自己做决定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讲 G7它只是一个club 它不是一个强制性的组织 它甚至连一个组织 都谈不上 也就是大家是各个领导人 在这边对话 我们对话 把它交换一下意见 我们可不可以 共同的做一个决定 那这个市值也是只晚着吃嘛 那现在对俄罗斯 大家的重约可打 所以大家比较容易 这一方面 因为俄罗斯也没办法反抗 所以就可以很办法 来制裁俄罗斯 可中国大陆现在不行啊 它的经济越来越强大啊 所以我会认为 在中国这个问题上之后 大家就是怎么 嘴巴上讲一讲 然后把理想讲出来 然后各自回去解决 所以中国大陆 第一个这个所谓的经贸 对他们的威胁的问题 那第二个就是台湾的问题 那既然中国大陆 经贸没办法去制裁你 那一定要讲一些话 让你不爽 对不对 让你中国大陆不舒服的 那就讲台海安全嘛 也就是G7 大家来讨论台海安全的问题 那我觉得很奇怪了 你G7就搞你的经济 你关台湾什么事啊 对不对 你讲了这些话以后 台湾都多长一斤肉吗 不会嘛 对那你说台湾和平重要 我张亚总体觉得台海和平重要啊 我也希望大陆不要改变现状啊 维持两岸现在的 不要马上发生战争 那两岸要对话啊 两岸要沟通对话 我们常常讲的 台湾要必须跟大陆政治对话 要站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 大家来找到一个问题的答案啊 那好 可是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这些G7的国家 我觉得他们一定会 这个问题上来发表一课 就是说 我们愿意关心台海的安全 希望这个现状不要被破坏 那希望中国大陆 不要做这些事情 好 这是我觉得台湾问题上 一定会讲一些话 但是这些国家 不会有一个 跟台湾建立外交关系 也不会给台湾这个军事援助 所以说的是空话吗 我觉得当然是空话 所以说这些东西都是空话 为什么 记得他们只是一个G7 他们只是一个对话机制 真正解决经济问题 其实已经不是靠G7了 他们的只有40% GDP了 是要G20 记得G20比这个G7 既然百分大都是对话机制嘛 那G20当然比G7 又更重要一点 所以G7现在只是这些 以前这些先进的国家 他们那种帝国的余晖 他们感受到 他们还可以影响世界 其实他们忘了 他们其实现在已经 没办法影响世界了 老师既然有G7的话 G20的话 那他们干嘛还要继续 去坚持一定要开G7呢 表示刷存在感 他们才是集团体里面的 核心 核心老祖宗嘛 他们才是最最最最重要的嘛 那你刚刚讲说 那岸田的角色了 岸田的确在这一年串的操纵之下 因为你知道日本人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民族啊 他们永远是对于强者是非常欺负的 那些本书叫做菊花雨剑嘛 那毫无疑问的 他们二十大战的时候被美国好好的修理的 所以所有的日本人看到美国 永远是低下头的 低下头的 那今天呢岸田所表现出来的 那的确对美国也是言听计从嘛 而且帮助美国 你看在美国的要求下 改善的跟韩国的一些关系在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时候 我们知道岸田呢 他就认为他现在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 包括什么 包括在半导体方面 他可以帮助美国去压制中国大陆 甚至呢 他在台海不是讲吗 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嘛 也就是日本在台海问题中 他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 那的确呢岸田现在他的民调 其实已经恢复到以前那个安倍了 在被刺杀以前他的民调 就换句话说 由于有了美国的支持以后 那我认为原来的岸田呢 他还做的还不见得做的稳 但现在看起来 他这个首相大概做的还蛮稳的 蛮稳的 所以岸田呢 基本上也利用这件事情 来向全世界来昭告说 我是美国在东亚的最重要的小老弟 我是他的最重要一个打手 那再把韩国再拉进来嘛 所以整个过程中 他一直在展现他的一些影响力 那这一方面我倒跟大家谈一下 那包括最近呢 美国的CSIS 他们做了一个报告就说 如果将来两岸发生战争 美国要介绍这场冲突的话呢 如果没有日本的军事介入 那这场仗可能美国很难打 所以他们认为说 日本的军事介入 可以帮助美国去打台海的这场战争 可是我们说日本你会不会介入呢 会不会介入呢 当然日本有的人会介入 可是你要看到日本的宪法 日本的宪法原来的他们的自卫队 只能在日本被攻击的时候 才能够介入的 对吧 才能够出兵的 那当然在2015年的时候 他们修改了一些相关的规定 也就是其他的国家 如果这些国家发生冲突 如果日本不介入的话 会影响到日本的安危的情况下 那日本才介入 好 这是一个日本的规定 那我就要问你啊 如果今天两岸发生战争以后 日本今天他会介入吗 台湾战争会影响到日本的安危吗 那这是他自己的解释的问题 那我想因为日本跟韩国不一样 日本美国如果要用日本的基地 美国要用在日本的基地 要来打台湾的话 他必须经过日本政府的同意 跟韩国不一样 那他这个日本政府会不会同意呢 我认为中国大陆一定会给他施压 你如果这个时候你介入了台海战争 那等于日本跟中国宣战 那日本在等着 中国大陆在等待这个机会啊 对不对 抗战的二次大战的这个仇啊 借这个机会就好好跟你抱一抱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这些都在骗 你如果对国际政治有了解 我百分之百可以告诉你 日本绝对不会介入到台海冲突的 因为他拿自己的国家开玩笑嘛 他如果介入以后 中国大陆会怎么动他 那俄罗斯会怎么对 站在日本的后面 会怎么对日本 所以日本我的看法就是 叫一叫闹一闹 吵一吵打一打 打打闹闹而已 但是日本呢 所谓成为关键角色 我真的不认为他会成为关键角色 日本这个民族聪明的很 他怎么会这么笨到 把日本国家的存亡 把他压在台海战争里面 台海战争他进入以后 才是日本的安危啊 他如果不进入跟日本 没有关系的时候 他日本就不会有安危啊 所以我的看法说 日本的角色 其实是被整个政治的渲染 一直给他高估了 那台湾很多人 还在期盼日本啊 所以我的看法说 借这个机会跟各位讲说 台海局势极限升温 日本不会成为关键角色 为什么不会成为关键角色 因为日本在关键时刻的时候 一定考虑它的利益 我大概在前两个礼拜 我还跟日本交流协会的一位人士 有个互动的沟通 那他也想听听看 我对于这个两岸关系的看法 跟日本的看法 那基本上他的立场 就非常清楚 两岸的问题 两岸自己解决 日本希望两岸能够自己解决 他才不会想介入 他才不会想介入 今天看的都是一些什么智库啊 一些学者啊 各一些政客的意见了 但是整个日本的官方的利件 整个外事部门的利件 我告诉你是非常保守 好 这是日本所有的角色 那还有一个在广岛会议 就是日本的 所谓的对核武器的一个看法 那日本在这一方面呢 希望说比如第一个 每个国家希望不要使用核子武器 对 核不扩散 第二个核子不要扩散 不要扩散 这是他基本上的几个大的一个原则 那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因为第一个广岛是岸田的家乡嘛 第二个广岛曾经以前丢过原子弹嘛 所以他认为在这个地方来讨论核子不扩散 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但是我跟你讲 因为G7只是一个俱乐部 讲完就算了 不会有答案的好不好 所以你要了解 大家不要把这个G7看的多么的重要 因为为什么 我刚刚一直跟你讲 它不是一个组织 只是一个刷一个存在感 大家就是一个club 大家club大家在做 因为那你对 伊朗的问题怎么解决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日本要刷存在感 日本的确安全把这一次的基生们 当正提升日本 在整个国际政治的影响力 当做提升他自己在日本的政治影响力 包括他不错啊 上了time的封辩啊 他也如愿以偿啊 可是基本上 何不扩散这个讨论呢 我跟各位讲 也是讲完就结束了 大家把大家合格掩耳之 讲完就可以了 那事实上你要能够做到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难的 包括日本人讲什么 第一个我刚刚讲 不要使用武力啊 你核子设备必须要透明啊 对不对 你要进行检查机制啊 然后承诺互相不扩散啊 中国大陆也不在里面 俄罗斯也不在里面 他们都是核子武器的国家 然后你这个G7讨论通过以后 他们就会执行吗 不会的 所以G7就是一个 大家坐下来讨论交换意见 跟刚刚讲的中亚加上中国不一样啊 这是实质上的交流 那实质上签了 大家坐下来签协议的 那签完协议大家要互相遵守的 那你这个就是大家坐下来讨论 所以其实我们把G7跟中亚 跟中国这个C5加C啊 把它做成一个比较来讲 其实是有一点不对称的 只是我刚刚讲 在整个意义上 的确还是有不一样 因为一个是路权 一个是海权的扩大 对不对 一个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的道路 一个是西方的现代化的一个思维 这整个是不一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对国际秩序的看法 西方有西方的国际秩序的看法 中国大陆所代表的 中国大陆国际秩序的看法 所以这三个方面的差别 其实反而才是这一次 整个中亚五国加中国 和整个G7 他们最大的三个不同的比较之所在 所以接下来应该要观察的是 G20的一个举行 才是一个比较重点 好老师我们看到 刚刚讲到说台海的一个升温 那当然我们要谈论一下 国内接下来非常重要的 就是2024的总统大选了 那这一次呢 贵党国民党呢 是已经正式的征召了 新北市长侯友宜 那当然侯友宜 他也是高喊着说政党轮替啦 希望能够团结胜选 但是我真的很想听听老师的看法 因为毕竟老师之前也曾经提出 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参选 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 那现在国民党是已经提名的 侯友宜 老师怎么看这场的战 我觉得非常遗憾啦 因为我觉得一个国民党 这个百年大党啊 在整个一个征选的过程中 是有其他缺少的一个制度 那我前面讲一个政党 他跟一个国家来讲 他应该有三个重要的部分 第一个重要的部分 就是你的理念 你的理念 就是你的思想 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你的制度 第三个呢 就是你的人才 理念 制度 人才 我觉得这是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组织 一个政党 它必须具备的三个元素 那在这三个里面呢 其实毫无疑问的 扮演整个一个领导的角色 当然就是你的理念 你的一个思想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国民党 他为什么应该办初选 办初选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说 我们可以听到每个候选人 他们对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个主张 然后再决定 我们要不要投票给这个人 可是你知道 国民党参加总统选举 唯有我一个人是宣布要参选 可是侯友宜 他并没有主动的宣布参选 那郭台铭呢 又不是国民党的党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国民党就发明了一个叫用征召 那征召的看法就是说 他就不想办初选 因为依照柯智仁的讲法 初选可能只有张阿宗一个人会报名 所以就不能办初选 而且为什么不办初选 还有一个 因为要办初选的话呢 就要政策的辩论 那政策辩论可能有些人 他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不要辩论 所以整个叫用征召 那征召的过程中 即使你征召 我相信征召也必须有一个制度吧 一个规矩吧 可是现在看起来 这个征召连郭台铭他到最后一天 才知道 征召还包括要问县市长的意见 还包括要问这个立法委员的意见 那就很奇怪 那为什么不问县议员的意见呢 为什么不用党代表的意见呢 为什么不问党员的意见呢 各位了解 征召其实跟初选一个最大的差别 初选是经过一个固定的程序 而征召其实严格来讲 党主席你就前纲独断 你就断了嘛 可是现在又搞个什么叫内初选 这内初选就是不伦不类 不参不是 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他有内参民调啊 那内参民调 大家说你公布一下 内参民调的机构 是哪个好不好 又公布不出来 就像大家怀疑 这个内参民调 到底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你没有经过一个公平公正公开的过程嘛 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所在 所以这一次呢 而且这个像侯友宜今天的出现了 其实对侯友宜先生是不好的 为什么 为什么你刚刚为什么 因为你想想看 侯友宜如果是经过初选而产生的 那代表他的正当性是比较够的 为什么党员支持他 全民调支持他 可是基本上今天侯友宜的出现 是经过朱立伦的前刚独断 把他找出来的 那些民调你不必相信他 而且是你说好 县市长多数支持他的 立法委员多数支持他的 但是不是一般党员支持他的 也不是一般议员支持他的 因为你都没有问他们啊 所以各位要知道 其实朱立伦他在献友宜不易 就说假如你真正爱护侯友宜 你应该去征召侯友宜参加初选 你征召他来参加初选 然后在初选过程中 是得到的全民所共同的拥护 他作为最高票 是不是要更好一点 所以对于征召是不有利的 第二个征召对侯友宜 产生什么样的不利呢 因为征召的话 侯友宜是被征召出来的 征召出来谁是主谁是从 那当然党主席是主啊 你是被他征召出来的 那我请问他 以后打仗的时候听谁呢 这个谁是主帅 我开车是我在前面开 还是后面还有一个 在知道我要怎么开车 党主席啊 好 那又第三个问题来了 假如这个征召的人 他在台湾的民调非常高 他本身像台湾以前 蒋经国蒋中正这种身份 一言九鼎 社会威胁很高 可是问题现在征召的这个党主席 他的民调可能不到5% 请问一下一个民调这么低的人 去征召一个人出来代表国民党 你会不会觉得怪怪的 还是应该是有一个更高权威的人 他来征召会更好 在中国的文化里面 你说一个领导人 在西方来讲 就按照法律来走嘛 可是中国的文化里面 就好比说一个总统好了 或者一个家长好了 或者说一个党主席好了 他有50%的权利 是法律所授予他的 党主席可以做这个事情 可是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 其实还有50% 是你在平常你的做人处事 你的威望 你让人家扶你 就好比我们社会中 有人他也许没有很高的 法律方面的位阶 可是大家都很信服他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是他为社会 做了很多的公益 大家对他的人格操守 可以信奈 所以这时候征召 他会比较被征召的人 他会力量会比较提高一点 老师但是因为现在 党中央已经正式的 征召了侯友宜 老师对于认为说 因为当然现在侯友宜 他的民调还没有那么的高 老师有没有 比较正面的一个建议 应该怎么做 现在怎么样的 我为两个比较具体的建议 因为国民党现在的做法 就是不断的强调 下架民进党这种危机感 就是要团结团结 团结当然重要 可是团结呼吁 到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再来呼吁好不好 现在这件事 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我刚刚讲 制度我们现在已经被搞乱掉了 那先第一个侯友宜先生 他必须在最快的时间里面 把国家的治国的方略 治国的大纲 包括什么 两岸问题你怎么解决 不要只是讲说反台独 跟反九二共一国两制 那两岸关系 你怎么去追求和平 民进党主张要亲美 要反共 要备战 才能够确保台湾安全 那侯友宜先生 你怎么去确保台湾安全 你对于亲美的看法 你对于备战的看法 你对于反共不反中的看法 那你是怎么样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如果不同意 你有什么其他更好的方法 这两岸方面跟外交 外交方面 你怎么去突破 包括我们的经济发展 你的能源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侯友宜先生 在新北市场的时候 他对于和人是 采取某种情况比较 比较卑格的 比如说那个干除春朝 他都一直反对去建立 那侯友宜先生 在整个上市 我们四项公投的时候 对和人这一方面 他也是都不表态的 那对于和人问题 那你侯友宜先生 到底是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台湾的教育文化 历史这些问题 你的认知是什么 这些问题 你都必须要谈清楚 对于军公教的退休金 对于台湾的社会公平正义 对于青年的住宅 什么政策 我觉得侯友宜先生 必须要在最快的时间里面 把你的政策 都讲得清清楚楚 用政策去感动人 记得绝对不要只是用 讨厌民进党去感动人 因为现在还有一个民众党 他也要选总统 天天只是讨论讨厌民进党 可是柯文哲 可能也是 他也是讨厌民进党 那换句话说 你必须要证明 你比柯文哲 还更应该得到大家 共同的支持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阶段 就是侯友宜 必须要在理念跟论述上 把治国的方面 讲得清清楚楚 你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 地方首长了 你是要参选总统的 所以这些政策方面 你必须非常完整的 做一个论述 我想这是第一个 要要求他做的 第二个就回到 我刚刚讲 再回到我们的做法方面 作战最害怕就是双头马车 最双头马车 就像一个人在开车之后 后面有个人在指指点点 你一定觉得不舒服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其实这个看法 是我当时选党主席的时候 我就已经讲出来了 就是当现在的侯友宜 已经成为国民党的 这个总统的候选人了 我认为朱立伦先生 应该把兵权交给侯友宜 由侯友宜统一指挥 绝对不要在后面 还有一个来干预侯友宜 怎么选总统 因为也许朱立伦他是好意 可是站在侯友宜来讲 你对我的任何的建议 如果跟我的看法不一样 总会对我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我认为说 因为我们国民党在八年前 在四年前都出现了 一个是党主席 一个是总统候选人 国民党都是这个两头马车 到后来都发生了一些问题 所以既然侯友宜 朱立伦已经把侯友宜 提名出来了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郭台铭的反应 其实这个过程 有相当高的瑕疵 而且简单来讲 是完全不符合 国民党的规定 但是既然已经走到了这一步 那我希望下一步 因为这段时间的表现 我们从整个民调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大家对朱立伦 在这件事情的操作 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 那你还要打下半场 帮侯友宜去打下半场 或者主导侯友宜打下半场 为什么我刚刚讲 因为侯友宜是被征召出来的 即使被征召出来 而不是由全民选出来的 所以侯友宜 他的正当性是不够的 他一定受制于朱立伦 受制于朱立伦 所以说朱立伦 在这个过程中 他应该要表达 他自己做的 小我要更小 大我要更大 这朱立伦讲过的话 我希望朱立伦 开始从520开始做到 小我更小 今天既然侯友宜已经出现了 那么把这个党主席的兵权 就是有关于总统的事情 你完全交给侯友宜来统一指挥 你只负责党的一些行政工作 这段时间所有末道的钱 由侯友宜来统一指挥 请党主席不必再给予任何的意见 包含末道的钱 包含末道的钱 因为选战要钱嘛 你想想看今天末道的钱 党主席绝对可以支配嘛 可是总统打总统是最终的选战 那钱是不是很重要的一个 一个作战的一个武器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说 简单来讲 虽然你还是个党主席 当然我现在不方便说 叫你其实可以 针对这次要负责任 其实应该要下台了 你说朱立伦应该要下台 其实他如果今天做这个地方 他应该下台了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嘛 侯友宜如果今天选上了以后 请问一下总统是的兼党主席 侯友宜没选上 他也要迟嘛 他现在在做到明年的1月13号 只是做最后几个月了嘛 好 其实最后就几个月了 好 无论银汉输 其实你都应该离开地方 但是我们先 我们先暂时不叫你下台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 也许大家会又认为说 是不同的意见 但是请你把兵权交出来 可不可以 也就是这个时候 你是看守党 看守党主席 你是看守党主席 你只负责党的 所有的行政工作 那党的所有的这段时间 党的整个支配 包括请你侯友宜 派一个人去当党艺术长 那个陈建廷 黄建廷可以下台了 你现在可以走 黄建廷可以走了 请秘书长由这个侯友宜推荐 现在去当秘书长 然后朱立伦作为一个看守党主席 这个时候到明年的1月13号 所有党的事情 由侯友宜来做主帅 来拍板定案 来打这场仗 这是我的看法 但是依照我们对于朱立伦的一个观察 他应该不至于会愿意放下这个权力 就像是 就像赵绍康也呛了朱立伦 因为呢 对于征召 对于选 找出这个国民党的代表国民党 来参选2024的这个人选 绕了一圈 赵绍康认为 最后还是找的侯友宜啊 所以他认为说 那朱立伦你这个精算师 到底精算了什么 所以老师怎么看 朱立伦他是不是真的精算到 非常非常的细啊 因为我觉得他要缺少智慧 缺少智慧 缺少这种大格局啊 无私的大格局 这两个东西嘛 一个你的格局不够嘛 一个你的智慧不够嘛 简单来讲 这两个东西 让你今天判的一个最重要的错误 比如我刚刚讲 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有智慧的话 你了解 依法或依人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搞到这个地步出现什么 就是制度不清楚嘛 如果说今天你能够设计到制度 让侯友宜 侯友宜你必须告诉他 你如果今天要来参选 你就必须要经过初选这个过程 为什么 初选是你自己要表达一个主动的意愿 为国家的奉献 哪能够说叫你出来为国家奉献呢 其实我对于征召这个是有意见的 因为征召的另外一个反面就是应召嘛 对 那换句话说今天要选一个总统 难道自己不是主动的愿意奉献吗 我张亚中为国家做事情 我就主动站出来 我希望大家给我这个机会 为国家做事情 然后我的主张是什么 讲清楚嘛 像郭台铭也是我愿意出来 那我就讲清楚嘛 可是郭台铭现在不是党员啊 你要知道按照中国国民党的规定 不是党员是不能征召的 所以简单来讲 朱立伦让郭台铭进入征召体系 就已经违法了就已经违法了 他应该设计一套制度出来 让郭台铭可以取得党的身份 然后来参加初选 这是他必须要做的事情 你要钱刚独断要在这一方面 你不能够说基本上为了 避免张亚中参加初选 为了能够让侯友宜能够出现 为了让郭台铭能够进入来 你自己破坏这个体制 这就是一个党的制度已经被破坏了 制度被破坏以后 后面你再怎么做都很难服众 今天朱立伦碰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因为他一开始初选制度就被他破坏掉了 而且破坏这个东西 把整个国民党都背进去了 今天好他自己讲 说所有的县市首长都赞成征召 那我请问一下 这个例子开了以后 请问一下下次县市长选举 党中央可以说我就用征召了 那请问一下你们这些人服气吗 一个党如果没有制度 这个党还能够走得更长远吗 好这些东西都过去我今天不谈 但是总今天走这个地步 总要有人负责吧 今天我相信整个社会 对于这一次真刀走这个地步 应该是不太满意了吧 那你不能老用选举来 选举结果来证明你是对的 这个阶段谁要负责 朱立伦如果不下台 请问一下黄建廷你要不要走路 我告诉你5月10号黄建廷 就应该马上下台 为整个这些初选的过程没有办初选 而征召所做的乱象 你必须要承担责任秘书长下台 第二个就是朱立伦还留在党主席 但是基本上是看守党主席 把所有的实权交给侯友宜 让侯友宜统一指挥 那侯友宜我刚刚讲 必须在这最快时间里面 把政策讲出来 把所有治国理念讲出来 号召大家团结 留到最后一个礼拜再讲 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团结 我相信台湾过半数人 都主张要下架民进党 就这样做 我刚刚讲说 第一个你照顾到的理念 第二个第二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你制度已经被你打散掉了 第二个阶段 好好我们国民党内的制度 请我们的总统候选人 有统一指挥权 寄到有统一指挥权 不要说我做keymaker 我告诉你keymaker 绝对没有想key candidate 他们的欲望来的更强烈一点 对不对 你说你帮我做一个maker 你到底想的是我的利益 还是你的利益 那朱立仁这个精算师 大家想说 你到底是为了侯友宜想 还是为了你自己想 讲不清楚嘛 因为你再怎么讲 大家都会怀疑你朱立仁 又是为自己的利益在思考 所以老师觉得说 这个兵权立刻应该要给侯友宜 立刻 完全马上交出力 秘书长赶快下台 然后兵权 历史上请侯友宜去派 请侯友宜去派 朱立仁成为看守党主席 兵权交给侯友宜 所有未来的半年 打仗国民党只有一件事情 打赢的选战 打赢选战 既然侯友宜已经是主帅了 兵权交给你 朱立仁不要在手上任何的兵权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而且是一个最应该的方法 好 现在侯友宜还有一个蛮大的一个竞争者 同样也是讨厌民进党的柯文哲 老师怎么看柯文哲 我觉得柯文哲他 他现在其实朱立仑这次当然是 柯文哲的一个贵人 贵人 朱立仑把这个初选搞成这个样子的话 让柯文哲的确获得了非常大的一个支持者 我们在网路上可以看到了 而且他的民调在往上爬 对 往上在爬 所以侯友宜他现在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挑战的问题在于说 他的整个扩散力是不够的 扩散力不够 扩散力不够 因为包括他的讲话的方式 论述的方式 就是一些中间选民跟一个年轻选民 其实对于柯文哲的喜爱程度 是超过对于侯友宜的 所以在这个国内 但是侯友宜也有的优势 侯友宜的优势在于说 有整个国民党的机器 有这么多的立法委员 也要参与选举 对 所以他们可以互相的 母鸡带小鸡 小鸡也在推母鸡 那侯友宜自己必须要做到 就说你怎么样去感动这些年轻人 你要让这些年轻人知道说 我是一个敢打敢冲 敢往前走的人 那这个东西怎么表现 只有两个表现 一个人在表述的方式 对 你在讲问题的方式 可能就不再像以前那一种 就是后后做事 一直在讲这些东西 你必须对一些问题 你非常明确的讲得非常的清楚 我想这是第一个重要性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必须让年轻人感觉起来 我带领的台湾是有未来 是有希望的 年轻人 其实要的就是一个国家更美好 年轻人 不会跟你像一些老一辈子 反正我只要讨厌什么 就支持谁 年轻人比较不会做什么粉 年轻人不会做什么粉 年轻人是他比较希望说 我要看到什么东西 我要知道你好我才投你 所以就回到我刚刚讲 就是说侯友宜今天选上 在改变他未来方法 就两我刚才有两个 第一个在制度上 把兵权完全交给他 由他负百分百的责任 朱俊仁退到第二位 第二个侯友宜在这段时间里面 加强他的论述 加强他的理论 好好的让人民能够感动 寄到要人民感动才可以得到票 你没有办法让人民感动 你就得不到票 那侯友宜要思考说 如何在半年以内 你跟人民感动 你是一个可以支持的候选人 这是他必要做 真的不要到现在为止 还有七个月就天天讨论 要团结要下架 现在就讨论团结 你现在天天讲团结 那叫情绪勒索别人嘛 而且现在的团结 你就忽视了什么 忽视了你要提出政策的重要性 对我们打仗 不是靠团结就可以赢的 你要靠理念要论述去感动人 才能够有助于团结 大家都是一个人 大家不是一只机器啊 不是你叫他来挥之来招之去的 老师为什么会一直谈论说要团结 重点就是因为不团结 所以呢才会一开始 现在要先讨论团结的问题 那团结不团结谁造成的呢 基层 国民党基层从来没有不团结过 含恨含泪含血投票 这还不团结吗 这些国民党的党员 从来没有对不起党中央过 是高层出了问题啊 高层出了问题啊 是高层不团结啊 重点是高层不团结 最喊的团结是在喊高层 这些人应该要团结 那高层 你以为高层这些人和在一起 底下就支持你了 今天还以为真的有什么粉啊 今天 今天你说今天14个县市长 我请问一下 桃园的市长可以代表桃园选民吗 台中的市长可以代表台中选民吗 台中市长桃园选拟 支持侯友宜 台中市民就支持他了吗 所以这为什么民主的选举要基层选举 要人民一票一票选举 选举 选举制度不是几个高层决定支持他 他就出现了 国民党这次的征召 就犯了这个同样的问题嘛 那你今天把东西拿给郭台铭说 你看看郭台铭 县市长多少比一 大家都支持侯友宜 那郭台铭心心想说 县市长支持 那你为什么不认县市议员呢 你为什么不认历长呢 对不对 你这个没有道理嘛 所以国民党现在还不了解说 民主就是人民是一人一票啊 市长跟人民都是一人一票啊 所以你看看整个这一次初选 真到为什么就搞乱掉了嘛 郭台铭要是知道说 原来他们去询问的对象 是县市首长的话 他一开始应该就会把重点去 拜票拜在县市首长手上 没有错 每一个县市去跟他说 我要捐多少钱 对不对 你这个 那他最后一天才知道嘛 那最后一天才 16号才知道嘛 那你觉得这样子 这样子的制度 你能够到大家团结吗 所以天天不要别人团结 那好今天国民党团结 好我刚刚讲你要团结 请问一下之前先把谁负责任都清楚 黄建廷5月24号下台 朱立伦5月24号成为看守 看守党主席 好了然后再来要求团结 然后再来要求团结 你没有做到这两件事情 要求团结你要求什么 反攻自行 好谢谢张教授 今天这讲到有点气头上 没有气头上 但我们最后呢 还是要请大家 帮我们下载一下监督的力量 就是呢 请大家来帮我们下载 中天讯网APP 那多一个下载 多一份的力量 而且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在下载的时候 推荐码一定要打 CTI108 来支持一下我们洪流洞见 接下来看两分钟的影片 我们在52台被撤照 我们在YT被限流 被黄标 我们在脸书被检举 被降触级 我们全都遇到过 但我们不放弃 让真相被听见被看见 我们现在有自己的中天新闻网APP 这里永远不断线 请你赶快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这个APP好贴心 中天的新闻 直播和节目 全都在里面 一致满足 你下载中天新网APP了吗 我想和您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网APP很重要的理由 台湾越来越自由 有中天才完整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就多一份力量 谢谢大家支持洪流洞见 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希望多一点机会 多一点时间 能够再邀请到张教授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非常谢谢老师来到节目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